哈喽大家好,搜了一下咱们已经一起做了两年步骤 本期迈入第三年,来做2022年度SATA 年度页面里,大家可能会写下新目标 也会在这一年里慢慢填上各种事件、想法、数据等等 汇聚的全年精华,就像是报刊的头版头条 本期的灵感来源就是有点复古的旧报刊 简单的黑白灰,简单的排版,新手友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我这个本子是9月开始用的,才用了一小半 所以目前不换新本子,继续用它 这是子弹笔记很好的一点 不像很多手账本会有印好的日期、板块 子弹笔记的页面都是自己来灵活设置的 所以你可以用随便的一个本子 想从哪天写,想写什么内容都随你喜欢 子弹笔记的子弹是只用简洁的符号和文字来进行快速记录 常用的符号我写在了页面左下角 点是代办事项,小圆圈是事件约会 短横是笔记想法 优先重要的,可以在左上角画信号 事项完成画差,取消就整个批掉 推迟右箭头,另外安排日期左箭头 这是最原始的一套符号 大家也可以自行调整设计 2021的年度页面里,我设置了Vision Board 想着用拼贴等图像画的方式鼓励自己完成目标 初衷是好的,但我设置完之后几个月都没想起来有9year 至今还空着,怪不好意思的 老话说得好,新年的目标就是完成去年没能完成的前年的目标 我也会这样自嘲,但回头看看 其实还是有些或大或小的进步 新年的flag,该立还是得立啊 各位或许和我一样,有时甚至常常觉得 不知道自己一天天在忙什么想什么 好像漂浮在工作,消息,物语,胡思乱想的海浪上 无意识地被潮水推来扯去 这感觉并不太好 所以2022年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 就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地 我在大大的2022下面写了here和now 底下的空白处可以做拼贴 算是vision board和封面的结合体 想不起来贴就算了,空着也不突兀 子弹笔记里常用的目录页面我用不到 所以接下来就是future log,未来规划 用来写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发生的重要事件 deadline,纪念日等等 按我目前的使用习惯 这个板块不需要写很多内容 所以我把12个月写在了一个跨页里 如果你要规划的事情比较多 可以得每个月多留些空间 多用几页来写 为了模仿旧报刊的感觉 我在每页的上下都画了线 并在上方的双横线里写点有的没的 比如这一页我写的是year at a glance 年历 12个月的日期写起来是个小小的挑战 你可以先对着电脑上的年历 用铅笔在手上本上写下所有的周一和周日 然后再实际下笔 这样能防止走神 免得一下写到星期九 或者一下写到40号 月份的字母不用了印章 感觉挺适合本期主题 不过我手头的印泥太显色 容易阴透纸 所以这里是用水彩笔涂的印章 效果蛮好 为了有报刊那种很多小字 紧密整齐的感觉 我把药田内容的区域涂了灰色 这一步需要点耐心 怕麻烦的同学完全可以省略 这支笔 Badma的Meltliner 笔头宽4毫米 这个本子 Middle里的点阵本 点阵行间距5毫米 所以参照着点阵来涂 刚好有一毫米空隙 是我想象的效果 这种方头笔涂色的时候 要尽量让笔头贴近纸面 不然画出来容易粗细不匀 不过就算有几条画的不匀 也没关系 放到一整页里 就看不太出来了 来到下一页 成长记录 2021年 我的存款涨了 体重也涨了 这些都忠实地体现在了 我的成长记录里 新的一年 它们将呈现何种态势呢 拭目以待 这页基本上就是这个大表格 12个月每个月一行 要记录的项目每项一列 我在左边画了小株存钱罐 表示存款 体重秤表示体重 压铃表示运动次数 上箭头表示发布视频的次数 右边则画了我的频道 所在平台的图标 用来记录粉丝数量 每月月底 我都会在这页填写数据 比如1月31号 存款123 体重456 当月运动A次 发布视频B7 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来设计这页 例如用来记录自己一个月 花销多少 打了几次熊孩子 这页的灰色 我用的是软头笔版本的Meltliner 大面积涂色比较容易乱 如果你介意 或者你是新手 可以省略这一步 接下来的页面 我用来记录已发布视频 2021年我的更新情况 2022年争取多更 我把页面分为12栏 每栏一个月 记录当月都有哪些视频 分别是在几号发布的 也可以用铅笔来写将来的排片计划 实际发布了 再改用黑笔来写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做视频 那你可以用这个页面 来记录每月高光时刻 比如每个月贴一张照片 花页符小画 或是写两行字 给这个月最精彩 最值得记住的部分留念 下一页是我的视频灵感页面 有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步骤主题 或是观众留言想看哪些内容 都可以写在这里备忘 去年这个页面我没有分类 感觉有点乱 这次改进了一下 分为Plan With Me 简笔画 页面合集 聊天 Eagle 和其他 高刊里常会有方方正正的图片 这样我画了一个小小的 拍视频的场景 手机架在俯拍支架上 拍摄桌子上的本子笔 对了 我用英文写标题 主要是因为我的字不咋好看 写英文比较不明显 你当然可以按自己喜好 写中文 英文 阿拉伯文 都没问题 再接下来 记录读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剧 综艺等等 骄傲地说 我2021年在读书方面颇有进步 虽然总数还是挺少 但和我自己相比已经蛮不错了 而且读到有趣的书真的很享受 希望2022年可以读更多有意思的书 并继续在书端分享视频里和大家交流心得 我在标题下 我在标题下面画了三幅小图 第一幅是一摞书 旁边露出一点茶杯 第二幅是爆米花 3D眼镜和电影票 第三幅是电脑和薯片 先用方框把剩下的页面分成三大栏 一栏记录书籍 一栏电影 一栏其他 这样也完成 来到今天最后的页面 愿望清单 主要是记录和消费有关的愿望 别看我人在非洲不好淘宝 平时还是很爱刷一刷的 一个只看不下单的概念 有些东西比较贵 不攒赞钱舍不得下手 或是想要这种产品 但一是没找到最新颖的款式 又或是像我这样不太方便购物的情况 就可以寄在这个页面里备忘 也是给自己留个剁手钱等等近期 想买的东西先不下单 写下来 过段时间说不定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省钱了 我分了五栏 文具 饮食 衣物 想去的地方 其他 标题下面的四个小画 则分别是文具 购物袋 衣物和一碗面 你也可以分成你更感兴趣的栏目 比如美妆爱好者 可以专门分一栏写化妆品等等 那以上就是本期2022年度setup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给你带去一点点灵感 如果你也一起画了 非常欢迎返图给我 Po图记得at我 私信返图也可以 喜欢没有那啥 感谢观看 欢迎联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